方法一跟方法二的推理 一个是用什么 用这个数量去算 一个是不改原来的逻辑 哪一个比较简单 这两个好像程式都一样 其实最后也是只有三行程式 比如说这个方法一 我们先用方法一跟各位讲一下 方法一的话 假设我要输出的话 执行 等腰三角形就出现了 有没有 那其实基本上没有改太多地方 第一个的话 关键的地方 其实你会发现果不改空白 因为空白 所以空白第二行不要去动它 那如果空白的地方不要动它的话 你上面的那个range你也不能动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这个是13579有没有 13579然后到25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设range要改成13579到25的话 那我这边要26然后斗点2 可是如果我这边就动的话 那i的值就变动了 所以i的值如果变动的话 你执行你会发现它就变这样跑掉了 为什么 因为空白的数量就会因为这个i的值你改了 所以呢它就整个就改变了 那除非如果你那个range的值改的话 那你就是下面的这个空白 你也要跟着改 所以哦 这两个要改 才能够做得出来 OK 但是如果假设了 我们先不改 比如Ctrl Z Ctrl Z把它复原一下 一样是1到13好了 这样 那我要改哪个地方呢 我把它改回来 原来好像是被第一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其实哦 方法一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只要改一个地方就搞定了 原来是这样嘛 有没有 原来是只有跑一边 对不对 那另外一边怎么跑出来 根据我的那个观察 我发现呢 其实基本上哦 另外一边呢 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说呢 它原来有没有 它另外一边实际上 这有点不好画 另外一边实际上 就等于是什么 原来中间这个1是固定的 那另外一边的话呢 变成说呢 它等于是多了另外一边 所以什么 所以呢 它这个 它这个里面的那个规则 基本上就是 推论出来 基本上 就是可以 假设i一样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i乘以2 你想说i乘以2之后的话 会怎么样 1变2嘛 如果你是这样把它输出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其实很接近等要三角形的 但是哦 会变成第一个输出 会变成多少 变2嘛 那最后一个应该是25 它变成26 那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 总数怎么样 多1嘛 那总数多1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把这个哦 减掉1不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它原来信号的数量乘以2 再减掉1 好 记得刮虎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呢 结果就OK了 好 所以这个是方法1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因为左边右边嘛 所以左边右边 它的数量就应该是两倍 所以我把它乘以2 但是哦 你会发现 为什么要减1 因为中间的那一条线的信号呢 是共用的 所以呢 减掉1之后就OK了 哎 这个是方法1 OK 方法1 但还是有同学说 可是我还是希望 那个就是 假设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想说用你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用信号来看 因为信号刚好是 它的规则是 1 3 5 7 9 一直到25 有没有 那前面的空白数量呢 不变 一样是12个空白 到0个空白 哎 所以哦 方法2 所以我把它恢复好了 所以刚刚那个 其实就乘上2-1 很简单嘛 OK 然后把它恢复 恢复成 乘以i就可以了 好 那假如说呢 我们用方法2 方法2的话呢 就是 不改最后一行 但变成你要改 上面两行 所以我说方法2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要改两个地方 所以最好乘是什么 只要改 改越减越少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越好的写法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用方法2的话 那变成说我要是什么 1 斗点到25 所以26 那中间要间隔是两个 所以step2 好 但是我刚刚弄过啦 执行的话会变成什么 歪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空白数量不对 其实理论上 星号是OK的 它是13579 星号是没问题 问题是出在空白 为什么 因为空白 它第一次输出什么呢 你用13去减 那如果你13去减的话 当i等于1的时候 那刚好12颗没问题 可是第二个呢 它跳下一个就是3了 3的话变成13减掉3 13减掉3那边10个空白 所以为什么这边会变情 因为 那如果当135 如果当它等于5的话 那13减掉那8 有没有 变8个空白 所以它 那个空白的那个什么呢 数量不对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让那个空白的数量变正确的话 这时候可能怎么办 哦 问题来了 其实哦 第一个 因为i的值怎么样 i的值不对 如果啦 我想到啦 如果一样 还是用13去减的话 那变成 我需要先把i的值怎么样 除以2 有没有 它因为它上面step2嘛 有没有 所以呢 我必须把它除以2 但是问题除以2之后有个问题 1如果除以2的话 变1分之1 那2分之1的话 减 没有那种半个空白的啦 OK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哦 有个方法 就是说呢 后面变成说呢 我可以先把这个啦 把它 把它挖扶起来 外面加个RNT 意思就是说我取整数 OK 那我把它怎么样 取整数的话呢 它会变什么 如果呢 我除以2之后 比如说它是0.5 对不对 2分之1嘛 那RNT之后呢 它就取整数 那就0 那再来就是变成I等于3 3除以2变成 对吧 1.5 那1.5 的RNT就1啦 有没有 刚好0 1 2 3 4 5 6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要从1开始 有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后面请你再怎样 加1就可以了 所以哦 你加1其实可以加在里面 或加在外面其实都可以 我把它加到里面 所以哦 先把什么呢 I除以2之后 因为它是step2嘛 但是它少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1加回来 那外面因为呢 我要取整数 因为那个空白没有那个0.5的 所以把那个0.5去掉 那就是用外面8个RNT函数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基本上 空白数量应该就对了 那如果空白数量对的话 那理论上 执行应该就OK了 不过它这边有跳一个错误 我看一下 13 减掉 INT 减掉那个 是不是少 少一个瓜糊了吗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我们这边有个瓜糊 青瓜糊嘛 后面少一个瓜糊 所以后瓜糊补一下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前面有一个叉叉 有没有 你就要注意一下 哦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少瓜糊 还蛮容易出错的 前面有瓜糊 你后面就要补一个 所以这个是一对的 这个一对的 OK 尽量反正就细心 程式不多 但是一个字都不能错 OK 然后呢 尽量就冷静 把你的逻辑写到程式里面去 再来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run run看 OK 那大家如果理论上 你要有经验丰富的话 一run就应该成功了 不过很有可能 你run了很多次还run不成 没关系 你再改 当然边改边去思考 为什么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最重要就是说 你把逻辑先确定 然后再去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这样OK 两个写法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有把那个 我两个写法 都放在云端上面了 方法一 是原来的 那其实只有改这里 方法二 就改这里 跟这里 我还特别把那个 改的地方 用黄色的地方做注解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在第三个 云端白板的第三个单元里面的 第十二页的地方 第十二页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